像我覺得外國人 有一個很奇怪的壞習慣 就是假如我想要你桌上 那個胡椒鹽對不對 我必須要跟他講說 Julie姐幫我遞一個胡椒鹽 不行 他們會說 自己身手拿 他會覺得很沒力 可是你不能過人家 對 可是對我而言會覺得好麻煩 我就為什麼要麻煩Julie姐拿 我自己手拿就可以了 但是他們的禮儀就是很簡單 就覺得我不懂耶 而且他那一道菜喔 就是輪一圈 大家拿一點 你想再拿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該怎麼拿 因為他又到那邊去了 對啊 這是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在台灣 你們都是有那一種圓座是不是 可以轉啊 對 但是你是不是覺得這個發明很棒 美國就是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不習慣 而且我發現 我每一次要挖一個東西 對面的人就開始轉 然後就是要一直在追菜 這樣也很累 那個是不禮貌的咧 那你對面的人他在加菜 因為我們比較有禮貌 我們不想要動 所以我們就說 那不然你說我們旁邊的人 你幫我拿一下 這樣子不會煩到別人 其實我們都在想到 你 你看Lazy Susan 讓你運動多好 你下次就站著直接這樣子 這樣 很累 還可以減肥 就跟著跑啊 多好 是這樣子嗎 對啊 其實那桌子是這樣用的 好 下次試試看 其實吃飯的時候 國外 歐洲有很多禮儀 比方說那個 一定要大家的菜到才可以開始吃 不可以不耐煩的 像你 我不想等你把那個鹽巴穿過來 就是要慢慢的等 還有我們不可以邊吃飯邊看電視 不過小時候的時候 我很想可能我看一個影集 那我看到一半 媽媽說飯好了 我說媽媽那我可以拿去在電視前面吃嗎 她說不行 我們要在餐桌吃飯 就像一個家庭的那個概念 所以我剛到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好奇怪 我第一次去女友的家 大家都邊看電視邊吃飯 我覺得還是他們家是這個習慣 還是後來我去每一個台灣人的家 都一模一樣 還有餐廳也都是 感覺很奇怪 我們在國外覺得這樣很不禮貌 蛤 可是邊看電視邊吃飯滿爽的 而且還可以一天聊新聞啊 多好啊 不然現在每天都見面 已經沒有什麼好聊的啊 因為我們覺得是吃飯的時候 是家庭要聚在一起 要聊天 可能分享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只是每天你看到的 都是那幾張老面孔 還有什麼好聊的嗎 你有什麼好意見跟Stacy講嗎 不是 你不知道 一人一台是不是 對 沒有那麼多 第二一個是 生活裡很奇怪 這有什麼奇怪 我覺得老外真的很奇怪 他們好愛曬太陽喔 包括我妹自己是台灣人 她嫁給老外說 整個人變了耶 超愛曬太陽 那個假日有沒有 出去只要是沒有太陽的地方 她就說這不是假日 他們就是一定要有太陽 然後曬到整個臉都有斑 我說我跟我妹講說 妳臉上都是斑 她說不 這就是老外的樣子 那我就是要有曬到有斑耶 可是對我們台灣來講 會覺得我們就是要有遮壁物 要遮太陽啊 就怎麼會去曬太陽 杜莉也是很喜歡曬太陽 因為她是一個鳳凰城的人 沒有 這個你可能不了解 因為太陽對身體真的很好 因為很多人都是缺一些 Vitamin D 所以我每天去外面 然後曬個一個小時 沒有 不是 你知道我現在很累 大概一個禮拜 兩三次都要附那個 漂白的綿膜耶 為了要退上 沒有 你不要跟夢多走太近好不好 真的 真的 其實這個要講一下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個概念 嗯 因為 當然你不能曬過頭了 像很多西方人 他們曬到皮膚已經是 很像 牛皮一樣 對啊 有斑 這個不健康 可是應該要每一天 都要萃取那個 Vitamin D嘛 對 那如果我們Vitamin D不夠的話 你會有很多蠻性病 所以很多台灣女生 一年360天都是堵太陽的 其實這樣子會 骨頭都會軟掉 骨質疏鬆 然後就會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建議大家 還是要可能 每一天 曬十到十五分鐘的太陽 好黑喔 真的 他是不是在台北沒有太陽啊 怎麼辦 一定要的 可是可能是因為 當東方人追求白 對 一百遮三醜 外國人都喜歡黑 他們覺得黑好像是有錢 對 一百遮三醜是沒錯 但你又不醜 你幹嘛 可是黑了就醜啊 如果你的白就醜 你再講一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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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了就沒有那麼乾淨 不是啦 他們覺得第一次上節目壓力好大 不是啦 他講的是說 東方女生確實 如果我們賽程比較像古銅色的 男生就會覺得 女生好像不該這樣 那是台灣男生會想 其實外國男生比較喜歡 就是有一點黑黑的啊 真的啊 很多人喜歡這種 健康啦 那個法比歐也是喔 法比歐喜歡就是比較 你現在把法比歐講出來幹嘛 走吧我們曬太陽 快去曬太陽吧 對啊 那個也是要看種族啊 因為像北歐的 你們太白了 所以你們曬太陽會變紅色的 不會變粉紅色的 要慢慢曬 你們會像一隻蝦 我們不會黑啊 我們拉丁的膚色比較健康的 我們就會變你說的古銅色 白人也沒辦法曬黑啊 白人也有辦法曬黑啊 白人也沒辦法曬黑啊 還是會 他們要慢慢曬 不能曬 不能一次一個小時 可能要慢慢十分鐘 過一兩個禮拜就OK了 而且不可以11點到1點去曬 你可能去抓可能4點 就是太陽慢慢要下了 那個時候就不會傷身體啊 我們都是這樣曬 我們連放那個防曬油都不需要 4點後 我不知道 這個還關係到一點 就是每個國家的日照時間 不一定 剛剛有講到北歐 它一年裡面只有幾個月有夏天 對 其他時間都永驟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挪威的時候 我就看到公園 在城市裡面的公園 就很多女生穿著比基尼 直接在那邊解開 趴著曬太陽 比基尼喔 就在公園喔 當作海邊一樣 有 現在有紙飛 我知道你要問一下 公園的名稱是什麼 因為你飛到那邊 你要更計程車自己 講公園的名稱 到處都有 海亞米也到處都是啊 一排全都沒有 我覺得因為他們比較少見到太陽 他們太陽的時間比較短 對 所以要把握時間曬 但是北歐的人曬個十分鐘 就變得跟這個一樣 就是十分鐘變紅色的 然後也不會變黑 他們就回到白色的 紅色白色 紅色白色 不會像我們這樣 黑黑的好看 好了 你已經強調很多次了 OK 謝謝 你要跟前面的比黑嗎 謝謝德羅 謝謝 送一下 謝謝 男生跟女生 我們在德國習慣告別的時候 男的跟女的 我們覺得擁抱是很正常的 我可以示範一下嗎 好 這樣子好了 小梁哥 你現在是一個女生好了 我們 好耶 有一次 就是我 那時候有一個台灣女生朋友 那是她約我吃飯的 所以我不是要把妹的這個意思 就是朋友吃飯 然後 生活裡 對 對 對 那告別的時候 我就要跟她抱 那她 那你抱我一下 那我現在是那個女生這樣子 太胖了 那她就覺得 我 你會幹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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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靜 欸 你有人的叫大在撞了啦 哈哈 沒有 小梁哥 浮宜珍 你這個醜了人 醜了會殺我 拉斷了 撲掉了 撲掉 你太輕快了啦 你也要小心一點 沒有沒有 所以你抱她的時候 她會躲就對了 她會躲 她會覺得好像我要對她暗示我喜歡她 我不知道她 對 這個很討厭 為什麼那麼害怕呢 這個是一個熱情的 我覺得 可是台灣人肢體解除 為什麼為什麼 不好意思 對 不好意思 因為在公共場所 然後你這樣好像我們兩個有什麼這樣子 對 然後我後來 我後來觀察台灣人都是這樣子 然後 最後告別的時候就說 拜拜 拜拜 就趕快走 然後我覺得連男生也是 拜拜 我們都覺得男生做這個動作很奇怪 我不能這樣掰 其實騎一下 就完全拜拜 而且這個會造成 我們外國人的一個心理穿衫 因為我們這樣感覺 我們才強姦人家嘛 就不會太親了 我現在回西班牙就不親人家了 不親了 我怕 因為我看到那個台灣女生 對我這樣 那我就感覺自己是個壞人 我就不親人家了 其實義大利不是 前面也會親臉頰嗎 對啊 我都會固定親兩邊啊 這邊跟這邊啊 就是就這樣 對 來 可以不要嗎 你這樣很沒有禮貌耶 我義大利來的 生活禮儀 生活禮儀 努力 但是男生 女生 當然我們比較 如果有時候肚力或者一個女生 我當然想要親一個女生 可是就是遇到肚力還是要親一下 那我們就親兩邊 這樣 可是不是 不是真的 這樣而已 只碰臉 我會想要親自我 靜子 不細心 那邊 我會想要親自我 很下山 補充 我會想要親自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